各位好朋友 欢迎来到这里 此前的几期节目中 我们聊了聊国家改名 像什么韩国首都改名 马其顿共和国改名 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聊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原来不光是城市和国家要改名 军队也要改名 就在不久之前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他们把俄罗斯的几个团改了名字 其中一个坦克团 被改名叫 柏林团 用德国首都柏林来命名 另一个陆军团被改名叫 华沙团 用波兰首都华沙命名 而且今天在俄罗斯军队中 有很多东欧国家的首都 用作他们军队的名字 这个事想想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想 如果我们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很多团 这个改名叫平壤团 那个改名叫首尔团 还有一个改名叫东京团 再来一个大阪团 真是不知道我们周边这几个国家 会作何感想 当然了 听说俄罗斯军队改名之后 东欧那些国家 包括德国 人家也不太高兴啊 人家想 你这个俄罗斯军队 平常拿我首都做名字 你这是不是代表你对我领土 还有这个寄予之心呢 俄罗斯军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各个团改名呢 还要用人家国家首都命名呢 咱们这么讲吧 首先从历史上讲 人家改这个名是有底气的 俄罗斯的前身苏联 人家的军队真的是攻克过柏林的 占领过华沙的 真的是大军所到之处 覆盖过东欧的 所以人家可以说 我改名是要祭奠我的先月啊 我这个团当年攻克柏林 我为什么不可以叫柏林团呢 这其中啊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怀在 咱们这么说吧 如果我们今天去问一个俄罗斯普通老百姓 他对苏联怎么看 我们得到的答案大多都是 第一 他们不再想回到苏联过以前的日子 但是第二 他们确实很怀念苏联存在的时候 他们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荣光 对于俄罗斯来讲啊 这些年来 他们是越来越边缘化了 甚至有的美国学者都说 俄罗斯今天不要说不是超级大国 它连世界大国都不是 顶天的是一个东欧强国 尤其在现实政治上看 苏联时期啊 除了苏联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外 苏联的势力范围 还要包括今天东欧的大量土地的 什么东德 波兰 捷克 全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而今天不要说原先东欧那些国家 跟俄罗斯都反目相向 就连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 以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 都跟俄罗斯势不两立 俄罗斯最担心的就是 北约和欧盟把他们全收进去 把北约直接建到自己家门口 所以在这个当下 俄罗斯是特别希望向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们 向东欧的各国们讲述历史的 讲讲当年二战期间 是苏联的军队保护了他们的 所以俄罗斯希望通过给军队改名 让自己的人民嫉妒这段历史 更想向东欧人民传送这段历史 然而一定会是以愿违的 俄罗斯现在军队叫着柏林团 叫着华沙团的时候 一定会让那些国家的人民 感到的不是感谢 而是恐惧的 但是这个话讲回来 有时候我也想 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能不能真叫那几个名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